我很多年都没有试过跨这个蓝了 我们试试看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阿红的频道了 那我现在人就身在啊 槟城的 Trangano Road 所以记得是Trangano Road 很多朋友很喜欢问我 为什么没有放地址 因为有时候我已经讲出来了 所以就把它抄下来 那今天要带大家去品尝的 这个就是 锅条 又有朋友要骂了 又是锅条 但是啊 这个锅条 在槟城是很难很难吃到的 因为它是代表 新山人的美食 他们叫锅条仔 那根据他们的口口音 他们讲 隔鸟啊 在电视机前面的你 跟着念一下 隔鸟啊 那究竟这个隔鸟啊的味道 具体又是怎样 我也没有什么吃过 今天就带大家去品尝看看 走啦 那么这当隔鸟家呢 就是在这个鲜味点心茶楼的前面 所以地址讲了啊 记起来啊 来亮仔你给我隔鸟啊一盘 然后有什么可以加的 我看一下 啊 大肠 可以加粉肠大肠 啊 粉肠大肠 然后鸡蛋豆腐 啊 豆腐 豆腐 还有鸭肉你给我鸭胸 鸭胸 鸭胸 然后鸡 鸡不要吗 鸡不要 就这样子啊 OK 鸡蛋糕 新山的隔调啊 我是没有去过新山吃过啦 不过我们站起来试一试这里的味道 你肉眼所见的它的锅条 肯定是比我们本地的锅条呢 比较窄然后比较薄比较细一点点 所以这个油脂可见呢 也符合了它叫隔调啊 它的那个名称 没有一般我们这里的锅条汤 这么厚实它的锅条 吃起来口感是蛮不错的 它的汤汁怎样讲诶 有一点像卤味 但是它没有好像这种卤味的那种 粘稠度那种浓度那种味道这样厚 然后再加上啊 它跟油葱搭配起来啊 这些葱油搭配起来 我没有想象过啊 卤味可以跟油葱 有这么搭配的一个效果的哦 两个的结合起来啊 可以讲说这个肯定是 一加一超过二的事情啊 卤汁带一点药材的味道 加葱油提香 难怪新山人最爱啊 试一试它的鸭肉 它这里呢 它给我们两种沾酱 一种是红红的辣椒 一种是应该是 蒜蓉还是什么的 不知道为什么吃鸭呢 鸭的上妆跟下妆比起来啊 我肯定是喜欢上妆的 下妆除了我觉得 不划算之外啊 它的肉没有这样多之外啊 它比较靠近屁股 它有一种鸭的烧味比较重啊 所以鸭胸我就比较喜欢 嗯 这个汁有一点意思 有姜葱蒜一大堆这样的东西 再加上酸酸辣辣甜甜的感觉 很像泰国的风味 亚舌 这个无庸置于 人间的美味 这个你给我一个人来十只 我都可以跟你鲁碗去 好吃 带来就是它的肥肠 这个一看就是靠近肠头的地方了 里面满是油脂 不用看都觉得好吃啊 因为有时候肠啊 你们洗到太干净啊 里面的脂肪都给你们洗到碗啊 你吃到外面一层那种脆脆这样的皮啊 你没有那个口感啊 没有那种韧度 没有那种口感 在那边是不好吃的 所以有时候买肠 要靠近那个肠头的地方 它的脂肪比较多 嗯 这个真的好吃啊 一口下去你满口都是那种油香的味道啊 而且很软很入味 哇 这个给我一个人可以吃半斤啊 有九刀瓜 潮州豆干 嗯 豆干就没有什么好讲啊 就是有一点卤味的豆干哦 这个我相信 喜欢内脏啊 喜欢卤味的人 在雷楼梅啊 改天一定要来啊 一个很腼腆的 17岁的小弟弟长的一个档口 他老板没有来 他老板是雇晚上的 刚才我们吃完的时候 他来给我收钱 他讲20块 然后过后就讲了一句 他说 我老板讲你们来拍摄也好 我们也是没有请你们吃的 也是要给钱的哈 OK 我说当然啊 20块我们当然要给啊 不过我真心觉得20块是便宜的 到最后我们走的时候 他给我讲了一句 其实 我很害羞的 很可爱 很腼腆 那么至于这一档的醋品来讲的话 不用多说咯 刚刚我已经说过了 单单 为了他的那个猪大肠 我都会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的猪大肠里面 真的你每一口下去啊 那个橙皮跟脂肪回甘的甜度在那边 我到现在嘴巴 还隐隐约约的感觉到那个味道 再加上那个 鲑鸟啊 又细又薄 那个汤汁 鲁味跟那个炸酥葱 两个搭配起来 我觉得也是我们在槟城 很难吃到的口味 只有你记得啊 如果这一间店你们要来的话 他星期二是没有开的 营业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的12点 我觉得三五个好友晚上来吃吃楼梅这样 然后呢 再喝两三只啤酒这样 应该是人生一大乐事的 OK 最后呢 记得喜欢我们视频的 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订阅是免费的 OK 我是阿红 跟着我 带你找更多的鲁棒 一个朋友 这件事 还没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